小熊多了,讲故事 小老鼠,大本岭 美丽的大森林里有一所快乐学校 聪明的大象是老师 有一天啊,大象用鼻子卷起一个鸡蛋 放在高高的树墩上 问,谁能把鸡蛋完整地拿下来? 小猴说,我来! 它用头顶着鸡蛋往下跳 不料,身子一歪,鸡蛋掉了下来,摔破了 大象又在树墩上放了一个鸡蛋 说,谁再来试试? 小猫跳上树墩,把鸡蛋抓起来 用两只手啊,捧着鸡蛋跳下来 结果呢,鸡蛋从手中滑出来 又打破了 大象又把一个鸡蛋放在树墩上 说,谁再来试试? 小羊、小兔都摇摇头 这时啊,有两只小老鼠轻轻地问 我们试试,我们试试,行吗? 小猫冲过来说 我都不行,你们还能行? 大象说,不要这样,谁都可以参加比赛哦 两只小老鼠爬上树墩 其中一只瘦老鼠朝天躺着 把鸡蛋抱在怀里 另一只老鼠呢,拉着它的尾巴 慢慢地把它拉到树墩边上 它们啊,一前一后滑到地上 鸡蛋呢,一点儿也没有碰破 小羊和小兔高兴地欢呼 哦,耶,小老鼠成功了 大象让两只小老鼠爬到它的鼻子上 把它们举得高高地说 请大家记住 谁都有机会获得成功